Mac上有什么技巧是我们每天都能用到的 并且能够让我们的效率从100%到300% 今天和大家分享苹果自带的仿达 到底怎么用 那像我平时做自媒体的文件素材就非常非常的多 我两个预览的小技巧我也是用的非常多 原本我每次想浏览我的照片 我就一张一张这样点开去看 但其实大家知道有一个更快的方法吗 只要我们按空个键然后点击这张图片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预览来看这个照片 这样我们开着这个照片只要去挪动我们的箭头 就可以直接去看不同的照片了 快很多了 而且不会整个桌面都是创口 然后在这个模式里我们也是可以切换图片的方向 以及增加备注的 这个我使用起来觉得特别方便 另外如果有视频的话 在这个预览里面可以直接进行裁剪 有时候可能有一些vlog素材特别特别长 我直接在里面把它进行个调整 完成直接保存成芯片段 或者像我一样如果觉得有一些素材多余 去替换就行 那经常我们在提交照片的时候 这个照片可能太大了 然后以往我就要导入不同的软件进行调整 其实我们的MacBook也能够很快速的调整照片的大小 我们只需要双击这个照片 然后选择文件导出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选择JPEG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个文件的大小 一般JPEG是最小的文件格式 如果想更高清一点 可以选PNG 然后当我们的预览遇到PDF文件 双击打开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对PDF进行调整 比如这个页面 我不喜欢直接回测键删掉 或者又说我觉得这两张图它的顺序不对 我可以随意进行拖转 在关掉的那一刻呢 它就保存下来了 真的是非常方便 那访问呢 它还自带一些整理的方法 哎呀就当对焦点跑了 回到这个更改项目的分组方式 如果大家想寻找这些文件呢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名称 因为我需要的东西一般都是我最近用的 所以我最常用的方式呢就是添加日期 那如果你想进行一个非常琐碎的系统整理呢 还可以选择没有任何排序方式 然后你就可以在画面里面 哎谁去整理 比如这几张我要放在一起 然后这几张我要放在一起 那当我不再需要进行整理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选择右键 按一下整理 它就会稍微回归秩序了 我们还可以多个文件一起选 然后右键用来新建一个文件夹 或者有时候我们需要提交一个压缩包 也可以直接右键选择压缩 它就直接变成一个zip文件了 这就足以让我平时效率提升200%了 那如果说素材很多 你想整理一下怎么办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浏览模式 从微图标改成微画廊 这样我们就能够一张张的去浏览 我们所拍摄的照片了 然后第二我们选中的照片 可以给它加一个标签 一般我最喜欢的呢会用红色 然后不太确定呢会用橙色进行一个标记 比如这张 哎我很喜欢 这张觉得 嗯一般 然后这张就还可以 那用个黄色 这样我们在恢复微图标的时候 它可以自带一个荧光标记 那接下来我们想整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改我们的分组方式 就是这一个有横线和方格的图标 然后改成标签 这样我们用不同颜色标记出来的照片 它就会直接显示在这里了 无论是出去拍摄的素材 还是以前我作业的文件整理 都是用这个方式 真的是非常迅速 还有两个进阶快捷键的小技巧 如果我们先按着option选择一个文件 就可以直接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是先按command 去选择不同的文件 就可以同时尽情选择 这样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整理 比如说用它来新建一个文件 最后一个技巧 是设置上的小技巧 那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我的屏幕最下方 这个文件夹里是有显示它整个路径的 那如果我想跳转到不同的文件夹 其实是可以直接按下面这里的 这样整个跳转会更方便 那大家可以先在右上角选择显示 选择这个显示路径栏 或者选择这个快捷键 option command和p 这样我们在浏览文件夹的时候 可以更快速的进行各个方位的跳转 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快捷键 如果我们想回到文件夹的上一个母文件夹的话 可以选择command加向上的箭头 我们就可以回到上一个母文件夹 相反往下回到刚刚的字文件夹 这几个快捷键我认识是用的非常多 那大家今天听到的技巧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就扣1 还不知道的话就扣个2